欢迎大家收看美食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虚构的纽约餐厅从玩笑变成了一页限定的现实 麦当劳正在添加两种新的酱料 每个街区上的名字 烘焙大赛回归 一提到潮湿一词就引发了大笑 等等 请大家收看 Aster评论 每个街区上的名字 华尔街日报 安德森 库珀 安德森 Cooper和凯瑟琳 好 Katherine Hall合著了一本名为《阿斯特尔》 一个美国财富的兴衰的新书 详细记录了阿斯特尔家族的历史 这本书是他们之前合作的范德比尔特 一个美国王朝的兴衰的延续 阿斯特尔家族以他们的慈善事业 和在纽约社会的显赫地位而闻名 但他们的财富也有着黑暗的一面 这个家族的财富建立在残酷的毛皮贸易 和建造过度拥挤的公寓楼上 家族的始祖约翰 雅各布 阿斯特尔 John Jacob Esther 作为一名一贫如洗的移民来到纽约 并通过捕捉海犁 换取毛皮 而发家致富 凭借他的财富 他购买了曼哈顿的廉价土地并出租 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收入 房地产成为阿斯特尔家族财富的持久来源 他们成为了纽约市的地主 阿斯特尔家族建造了几家豪华酒店 包括阿斯特尔酒店和华尔道夫 阿斯特利亚酒店 家族的历史充满了悲剧和内斗 他们的遗产通过纽约市 以他们命名的许多街道 公园和建筑物而延续下来 这本书以布鲁克 阿斯特尔·布洛克·埃斯特的儿子 托尼 马歇尔·托尼·马什尔 因欺诈他年迈 并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 而被起诉和定罪作为结尾 烘焙大赛回归 一提到潮湿一词 就引发了大笑 英国独立报 英国烘焙大赛 已经回归到Channel 4 根据卫报的评论 该节目以其欢乐疯狂的方式回归 最新一季的烘焙比赛中 经典烘焙 愚蠢的笑话和温柔的善意都有 他提供了一种回归基本的方式 重点关注烘焙师们自己 新主持人艾利森 哈蒙德被描述为该节目的天然选择 评论称赞 他将焦点牢牢地放在了选手身上 据说烘焙师的阵容也很强大 包括该系列的第一位龙亚烘焙师 专家问答 我能让我的宝马 G4更柔软一些吗 英国每日电讯 2008年 宝马G4的悬挂系统 非常颠簸和粗糙 车主希望能让它行驶起来更加柔和 作者建议将车辆改装为非扁平胎 同时更换四个轮胎 并使用一个充气交锋 或一个全尺寸备胎 建议选择软质化合物的优质品牌轮胎 以获得更平稳的行驶体验 然而 主要问题在于 Z4从工厂出厂时 设置得很硬 所以改善效果不会很大 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是 将Z4改装为气动悬挂 但这将非常昂贵 或者车主可以考虑 将Z4换成一辆年龄相仿的 宝马三系敞篷车 这样可以获得80%的驾驶乐趣 同时享受更加舒适的行驶体验 作为一名经常旅行的人 这是我希望澳洲航空公司 能够做到的五件事情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 澳洲航空面临着公众信任下降的问题 原因包括政府支持航班取消 销售取消航班座位的指控 以及高管薪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重新赢得信任 澳洲航空应该及时退款 保留航班积分 通过减少航班取消来提高可靠性 改进常客计划 以便更容易兑换积分 停止外包 并确保顾客得到他们所支付的服务 最终 时间和稳定的领导 将对澳洲航空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至关重要 虚构的纽约餐厅 从玩笑变成了一页限定的现实 未报 梅赫兰牛排屋是一家假牛排餐厅 最初是一群朋友开玩笑时创办的 但在纽约市的首次就餐后迅速走红 创始人梅赫兰 贾拉利的朋友们 在谷歌地图上列出了这家餐厅 并留下了赞美的评论 于是这餐厅引起了很多关注 据纽约时报报道 贾拉利和他的朋友们 最终在曼哈顿租了一个活动场地 举办了这顿饭 这家餐厅唯一的就餐菜单 包括牛奶奶酪和牛排 美国的农业法案是什么 为什么它很重要 经济学人 美国农业法案将于9月30日重新授权 其中包括农业和营养计划的资金 自1933年引入以来 该法案已经发展壮大 现在还包括营养计划的资金 该法案预计在未来10年将花费1.5万亿美元 使其成为迄今为止最昂贵的法案 由于国会在联邦预算上争吵不休 政府可能面临停摆 因此很可能无法按时续签该法案 如果该法案在12月31日之前未获授权 补贴将恢复到80多年前的永久法律 报告称 新斯科社省在减评方面得了不及格分数 加拿大CBC 加拿大食物银行的一份报告 给了新斯科社省在减评方面的努力最低的评分 该省获得了F级别的评分 是唯一一个得分如此低的省份 报告指出 自2009年以来 新斯科社省未能更新其减评战略 并且没有足够的框架来消除贫困 报告还批评政府在帮助无家可归者 和增加可负担房屋方面的努力不明确且不足够 加拿大食物银行为该省提出了几项建议 包括推出新的减评战略 和改善面向老年人的社区医疗保健 150万户家庭可能会受到垃圾罢工的影响 垃圾堆积如山 英国独立报 英国有超过13个市政府的垃圾工人 准备因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而举行罢工 可能会影响到多达150万户家庭 这次罢工是由Inite工会组织的 是一场涉及23个市政府的更大争议的一部分 其中13个市政府的垃圾工人参与其中 伦敦的Tower Hamlets地区的罢工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混乱 学校、餐馆和住宅外面堆积了大量垃圾 这次罢工预计将持续到10月15日 麦当劳正在添加两种新的酱料 C&N 麦当劳将在有限时间内推出两种新的蘸酱 第一种是带有红麻椒和四川花椒味的甜辣酱 而第二种是受到华盛顿特区一种流行酱料启发的番茄酱 蘸酱是公司在顾客中引起兴奋的简单方法 麦当劳美国在2021年第二季度销售增长了10.3% 而其他连锁店则面临困境 这些新的酱料可以搭配各种菜单项 如蛋肉饼早餐卷或卖了鸡块 贝加工人罢工要求加薪 警告戴尔滨咖啡短缺 悉尼先驱晨报 新南威尔士州贝加 Dagger 潘里斯 Penriff工厂的工人 因公司提出的第一年4%的加薪方案 以及随后每年3.75%的加薪方案而举行罢工 联合工人工会要求第一年加薪7% 随后每年加薪5% 这是贝加工人第二次因低工资而罢工 此前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家禽供应商 英格姆·英恩的工人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去年 贝加的收入增长了12% 达到了34亿澳元23亿美元 但净利润下降了38% 为2850万澳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了解了美国财富家族阿斯特尔家族的历史 他们以慈善事业和在纽约社会的显赫地位而闻名 但他们的财富也有着黑暗的一面 这本新书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兴衰故事 让我们对这个家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聊到了烘焙大赛的回归 节目以其欢乐疯狂的方式回归 给观众们带来了欢乐和温柔的善意 新主持人爱丽森 哈蒙德的加入也受到了好评 毕竟 有什么比享受美味的烘焙食物更让人开心的呢 然后我们回答了一个关于宝马Z4的问题 车主希望让他的Z4行驶起来更加柔和 虽然有一些改装建议 但是由于工厂设置的问题改善效果有限 或许车主可以考虑换一辆宝马三系敞篷车 既能保留驾驶乐趣 又能享受更加舒适的行驶体验 接着我们谈到了澳洲航空公司面临的信任危机 为了重新赢得公众信任 他们需要及时退款 改善可靠性 改进常客计划等等 毕竟 作为旅客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所支付的服务 对吧 然后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虚构的纽约餐厅 从玩笑变成了一页限定的现实 这个餐厅在谷歌地图上被列出后走红 最终在曼哈顿租了一个场地 举办了一顿饭 只有牛奶 奶酪和牛排的就餐菜单 让人好奇又好笑 接下来 我们了解了美国农业法案的重要性 该法案将于9月30日重新授权 其中包括农业和营养计划的资金 由于国会的争吵 政府可能面临停摆 这将对农民和营养计划产生影响 毕竟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支柱 我们都应该关注 然后我们看到加拿大新斯科社省在减贫方面得了不及格的分数 该省未能更新减贫战略并且没有足够的框架来消除贫困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每个人都有过上体面生活的机会 接着我们聊到了英国的垃圾罢工问题 超过13个市政府的垃圾工人准备举行罢工 可能会影响到150万户家庭 这次罢工引发了广泛的混乱 大量垃圾堆积如山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保持城市的清洁和秩序 最后我们得知了麦当劳推出两种新的战将 战将是一种让人兴奋的小事可以搭配各种美食 毕竟谁不喜欢在享受快餐的同时还能尝试新的口味呢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留言和提问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